芒果这一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 芒果现在在我旁边睡高高 她的分身就来跟大家打招呼啰 我是芒果的姐姐Seline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终于要出国旅行了 太开心了 因为我们这次归为了将近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 终于可以跟着美美一起搭飞机去旅行 我们每次出国旅行都会带着她的牌子一起去旅行 虽然她不能跟我们去 她的分身都会跟我们一起出国哦 今天是我们出国的前一天 所以就要来打包行李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水深行李跟托运行李会带哪些东西 那我们这次去的不是欧洲 我们要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旅行 这次会去七天 第一次去东南洋旅行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会待在吉隆坡的市区旅行 或者是去到其他的郊区旅行 就是用台湾旅行的模式去准备这些行李 可是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已经旅行回来了 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到底带了什么东西 首先要来看我们的水深行李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重要证件类用 护照 这个护照绝对一定要带 因为你没带你就没得出国 还有你在出国之前 一定要先确认你的护照 还有六个月的效期吗 过你的护照就是只剩下几个月 那你要赶快再去重办护照哦 这两本就是我们在一月去外交部领事事务局重办的新护照 现场真的超多人在排队办理 所以如果你是最近有办护照的需求 真的是要提早去 或者是如果你没办法 就是有时间去那里慢慢排队的话 可以委托代办的人帮忙去代办也可以 那这个护照是一定要带的哦 除此之外建议大家 还要准备护照的影本跟身份证的影本 再来就是大头照 这些都一定要多准备几张 就是以备复时之需啦 如果你的护照没有不见的话 这些东西是用不到 可是如果你人在海外护照遗失了 还可以去到当地的台北文化经济办事处 去办理护照哦 我们这次要去的是马来西亚 所以我已经有先查好 马来西亚的办事处在哪里 建议大家就是要出国前 先把这些资讯都查好 再来就是台湾人持台湾护照 入境马来西亚 可以用免签的方式 最长可以停留30天 那我们这次是打算去7天 所以其实就是在他的30天的范围内 不一样的点就是 如果你带的现金不够多的话 就是每日的生活费至少要有100美金 可是其实我们去马来西亚 会花到这么多钱吗 好像也不会 我们这次是打算带1万多一点的台币 过去就是直接去换马币 其他如果额外的花费 我们都是使用信用卡刷卡就好 可是我们带的现金没那么多 就是低于他的标准 我们就要准备财力证明 准备一份邮局的或者是银行的存部 他又准备回台的机票 或者结束马来西亚的行程 你要去到其他国家的机票 这部分也是有把它列印下来 再来我们还有列印就是住宿的部分 我们这次入住的是吉隆坡的彩虹酒店 那这个部分它是说要印下来 我们这次总共是住6个晚上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行程表 我有特别大概排一下 其实我们这次是过年前才买到机票 所以那时候已经1月10几号了吧 就是过年前没几天 可是我们这次的吉隆坡之旅 是2月21号出发 就是等于我们只有一个月 多几天的时间可以准备这次的行程 所以其实有点赶 那为什么会临时买到这张机票呢 真的有机会要跟大家好好分享 因为我们这次买到的是外站机票 它真的买起来跟你从台湾 飞出国的机票便宜很多 之后会有一集 就是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买到外站机票 还有优缺点有哪些 这个之后我一定会就是录一集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真的觉得 虽然我们以前就是有听过外站机票 但我们搞不太清楚 到底应该要怎么使用这些票呢 就是真的完全毫无头绪 在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奶茶团长 他有分享很多关于外站机票 而且他也有写文章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那我一开始看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之后 哦终于懂了 原来是这个回事 你只要买到这个 真的就是口口都可以省下来耶 像我们这次会去七天 可是我其实只有大概拍一下 这只是我们粗略的行程表 建议大家可以把要去国家的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在当地的地址和电话记录在备忘录 一些行程 大概拍一下 可是后面几天我完全都没有仔细拍 因为真的就是想说啊真的没时间 就是有几出这些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随身行李我还会带这个小本本 每一年出国我都会写一本 那这个就是2023年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这一趟旅行的花费我会写在这个本子里 会把我的机票偷偷买了多少钱 那我们的住宿花多少钱 还有一些旅评线啊 或者是我们去Klook有买一些票券 都可以写上去 我有把可能想拍的内容也写起来 那后面其实就是还有一些空白的部分 就是每天的记账 我就是会留就是每一天 可能花多少钱 我们就是会把它记录下买 笔一定要带啊 我这次带了一支柴犬笔 还有你可带 这个都是必备的 还会带这个防抢包 这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推荐给大家 就是去欧洲必备啦 打算这次也是用欧洲国日来应付 因为听说治安可能没有台湾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背一下这个会比较实战 里面呢我有带这个小黄卡 如果它要检查的话就有证明 还有我把牌币放在红包袋里面 就是那几天要花到的钱钱 就是像这些东西我会放到这里面 再来我的随身包我就会带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size背在身上 比较可以自己照顾到 那我这个是买日本的牌子 里面其实我就是放一个小城包 还有一张悠悠卡 还有你知道我会带什么去吗 带护身笔 大家出国会带护身笔吗 这个是龙山市的 那这个是我们去持有空也带在身上 哎呦就是带着心安也好啊 你说对不对 到时候呢我会再把护照装在这边 再来随身行李我还会带这一袋 这是我去无印良品买的 大家应该在路上看到很多人背这个吧 再来就是这一包 我全部都装在这一包 其实我会带上飞机 那我来一个一个给大家分享 有什么 带这个 行动电源 耳机 手机充电器 随身硬帘和转接器 GoPro 里面有一颗电视 我们还有再多带一颗 那这个都要背在身上 这个绝对不能脱运 酒精喷喷 还有这个 干洗手 肥皂纸 护手霜 护唇膏 还有这一小包 牙线棒 药膏 填药水 棉花棒 棉树珈母 分装出来的百灵油 表飞明 袖珍卫生紙 狮子巾 酒精的狮子巾 我这个里面会有一个保温瓶 因为想说出去喝水 就是可以用这个妝 那在飞机上也是比较干燥 所以要多补充水分 在这里面就有折叠雨伞 还有购物袋 一点帽子 第一个格子里面 多UBI一个小口罩 还有带护垫 那我还有再多带这个 插手巾 防水的漱口袋 一个小袋子 以上就是我这次会带的随身行李 再来托运行李的部分 我会带在台湾夏天穿的衣服 因为今天是2月20号 我们是明天2月21号要飞基隆坡 可是今天台北的气温是15-16度左右 明天呢 我们是早上大概6点出头就要出门了 所以那时候也蛮冷 我就是打算把短袖穿在里面 长袖的外套我全部都穿身上 这样应该就有保暖的效果 可是我也不确定那明天 到底从台北出发要去桃园机场 这样子到底可不可行 那我明天再来试试看 这次短袖衣服 买了三套 因为我比较容易流汗 去到比较热的国家 我也会想要多带 虽然我们去到当地可以买 我们这次去的是东南亚国家嘛 就是带出门的东西 其实算是比较轻薄 就衣服类其实跟你去欧洲 比起来真的是轻薄很多 也是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多带 就是我连这种保长袖的外套 其实我有多带 我这还有一件外套 也是很轻薄的防晒外套 两件长裤一件睡裤 所以衣物类就是这样 内衣裤 袜子我都放在这一包 我们没有去过东南亚 就是以在台湾出去玩 这个想法去准备行李 我还是习惯会自己带一条毛巾 你起床了那你这边坐 那我要继续拍哦 好吗妹妹 再来就是清洁保养类 我装到这个 在生活工厂买的袋子 它这个袋子很方便 它可以这样拔几 可以另外拿 或者是你又把它放回去 我这一包里面其实就是 身体乳 化妆水 精华油 防晒 卸妆有分妆 压缩式面膜 如果你去到那个 就是已经晒红晒伤 你还可以敷个化妆水 镇定一下 亚样的保湿霜 再我会带一些试用包 这是护发 洗发跟沐浴 就带去用 洗面乳 湿纸巾 凉杆的湿纸巾 牙刷牙膏在里面 生理石渊水 美饼 骑士美的很好用哦 这一包里面都是这些 其他这里面BB霜 口红 粉底的试用包 小剪刀 小剪刀 不可以放在随身行李哦 这个要放托运行李 对了 我还有带一罐大的防晒 其他这里面 我有带这个 刮沙板 这就是我去欧洲必备 就是眉腿袜跟刮沙板 是一定要带的 因为我们这次也是自由行 所以呢 一定会走很多路 这个眉腿袜每天晚上一定会穿得到 在用头发的时候可以用得到 那这边呢 小镜子 再还会带个墨镜 再来就是保健药品类 我有带 这些 你怪赛 其实是用不到 以备不时之需 药品类必打定 我们会药物过敏 那这一感冒要吃的 我们是不会过敏的 猴鹽霄 我有带鱼油 D3 还有 Wakamato 贴布 我们的常备用药 就是一些东西 我就是装到这一袋 吊沾 卫生纸 口罩 这些我都会放托运行李里面 各种充电器 转接头 三面的分接插座 TypeC和Micro 转接头 脚架 我还会再多带一只 电棒 可以夹直 又可以夹卷 电压是国际电压 110到240V 所以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 再来这一包是我姐的随身行李 来看看她有带什么东西 诶 其实她带的也蛮重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 哇 已经看到妹妹的头了 她带了很多牌子出国 妹妹出国完 看妹妹吃大餐 带她去旅行 这些是她会带出国的 那我带着起来 Pokephone 明天空的平安感 保健食品 耳机带到塞着 还有妹妹娃娃 这是我姐逢的哦 这是妹妹娃娃的口罩 来看一下这后面 哦 她有带 护手霜护唇膏 防晒 脸部防晒 还有这个酒精 她的防抢包在这边 主要重的是这台相机啊 还有雨扇 小毛巾 这一袋是什么 来偷看一下 SD卡 电池 动电源 也在里面 你看 这些都要带去 这就是她要带去的东西 这样子 待会再把它塞回去 随身小包包 她都喜欢背这个小柠檬 重要证件类都是在里面 她的小房卡 信用卡 护照啊 钱签都在里面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去 马来西亚吉隆破会带的 行李 就大概是这些 分享给大家知道 如果这支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跟开启小铃铛 妹妹会很开心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啰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哦 妹妹 姐姐现在要装箱了 你要帮忙吗 你要帮忙吗 我要打包行李了啦 快一点 小帮手 结果去到吉隆破才发现 在现场买新卡 店员会帮忙换 但没有付退卡针 我们忘了带 也忘了带拖鞋 第二天就去五级免登的 博威年广场购买 还有也忘记带环保餐具 高级典